大圆满祖是隆亲八尊者 他有这样的开始 为什么说其他罪业都有机会忏悔清净呢 所有的罪业 我们在修学很多的忏悔的法门 比如说金刚萨都的金藏忏罪的法门 或其他的三运经三十五佛忏悔文的法门等等 这些忏悔的法门都有讲到 所有的罪业它只有一个功德 唯一一个功德 什么功德呢 就是这个罪业它是可以被净化的 它是可以清净的 但是在这里的龙亲八祖师他有讲了 上师是一切贪承主尊 如果毁谤上师这种罪业无法得以清净 为什么一切的我们有受密宗的四规一界人就知道 我们在修规一的遗鬼观想里面 一切的本尊是由上师而生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生起次第中正确的观修次第 无论修哪一尊本尊 无论这尊本尊 比如说观世音菩萨 比如说阿弥陀佛 当你修学密宗圣之后 你就必须知道正确的观修次第 一切的本尊 它是由上师而生 所以这个谈诚的主尊就是金刚上师 如果一个密宗的行者 毁谤了金刚上师 这种罪业就是很难清净的 这种罪业就是很难清净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